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就是我说 2021年1月28号 发生一个车祸 很多地方受伤 卧病三个月 有半年几乎都不能动弹 因为关节的关系 后遗症就是腰椎受伤 因此一直在复健 很多朋友 都想说要来慰问我 我说不用了,你看我的影片就好了 那再来就是 我在复健过程里面 使用的机器 最少是吃止痛药,止痛药不能常吃 因为凡是药都不要 化学东西尽量不要进入体内 这是基本原则 那这种止痛药 我基本上是不太吃的 只要不痛就不吃,但是不痛的话 你也不能动它,因为你一动它就痛 因此 骨科建议我去做复健 那复健它是用电疗的 又是中平 中平的机器我早在十几年前我就用 当时我是用经络 中医的十二经络学说 来做保健 而不是做复健 那我现在是因为受伤 所以做复健 我在想说 那个医生没有仔细讲 那个理疗师也没有仔细讲 但他们只是好奇 我只是好奇问他 因为一般人不会问这个 而我懂的中医的十二经络 七经八脉这些我清楚 所以我以前用这个 以前就用过中平机器 但是我们是用经络学说来 来这个寻经取械 来做这个保健 而现在是复健 我就问他说你们懂经络吗 他说不懂 他说你这种算是一种 物理治疗的一种 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因为他讲说这样会促进你的骨骼伸长 促进你的患部的血液循环 肌肉松弛等等等 讲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这些功能其实用 用所谓的按摩推拿 用手的推拿也可以达到 但是这个东西是因为伸部的是在脊椎的部分 而且因为疼痛 通常会疼痛就是发炎 发炎反应 所以通常医生开的药都是消炎止痛 因为这些消炎止痛的东西 它容易催眠 容易让你想睡觉 试睡 所以你吃了这种药之后 不能够工作 也不能够开车 这很危险 另外一个就是 它有一些药会让你反胃 所以它还会再配一些药 处方里面还会再配一些药 就像平胃伞一样 就让你不要呕吐 不要有恶心的感觉 或者不适的感觉 所以其实你一领那个药 你一看以后 你久病成良医了 你对那个药 我对药是 尽量可以避免就不要吃 就像你拔完牙之后 可能如果说你痛才吃止痛药 不痛的话就不要吃 因为止痛药这种东西 遮断神经的传导 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那治本的方法就是 这所谓的中频的电疗 关于中频的电疗 这个我的心得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亲自教你 但是你必须要有机器 我直接这样告诉你 那机器就是一种投资了 但是老年人全身酸痛 用这个非常有效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以我来讲 有那么多运动 我是一个专业运动教练 那我以前就知道 说这东西在 可以进入一般人 一般百姓家 而不是专业的医院里面 才可以使用 因为你只要懂得原理之后 你都可以自己使用 就像如果说你现在如果疫情 有些医院有的时候 他还会休整 不能进去 因为群聚感染 再来就是有时候下雨 或者是天突然变冷 你都不方便出门 所以你在家 如果有这个机器的话 你在家自己就可以做 怎么做法 这细节 数科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私下教你 但是我先告诉你 这东西很有效 所以很有效就是 一个疗程只有15分钟 整个每次做只有15分钟 可是当你的这个波形调整的正确的时候 不要两分钟你就熟睡了 不要两分钟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用这个来催眠 或者你觉得睡觉睡不好 不安稳的人 也可以用这个来催眠 这是我意外发现的 中频 我先告诉你 这个机器叫中频 这种机器的那个价位 从几百万到几十万到十几万 到几万块都有 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样子 医院里面用的可能是几百万的 那一般家庭可以用几万 这些东西比那个按摩器 什么都好太多了 因为我们的手指推拿 我曾经讲过中频 就是你推拿你压的那个深度 顶多一寸 不会超过两寸 你如果说要压到两寸 你要压到骨缝里面去的时候 你旁边很多的皮肤跟肌肉都要凹陷下去 那那个块面就很大 可能你要一个点 结果有这么大面积的肌肉都要受到牵动 而中频不是 它是直接到底 所以针灸是什么 是扎到穴道上面 它不影响旁边的皮肤跟肌肉 它直接就扎到穴道上面 可是它是一种侵入性的一个治疗 现在侵入性的治疗都必须要医师才可以做 针灸也是要有针灸师 所以针灸这个玩意儿也不要随便用 虽然现在医院 中医院里面都是 如果针灸的话 那个针都是用一次 用一次之后 它要把那个针丢掉 或者是把它当场就毁掉 那它在你面前会把那个针弓 就是消毒过的那个针弓包给它撕开来 拿出那个针来 而不是像以前的针 宗教医师一大堆针在那边 插了这个再插 插了甲再插 乙再插 饼再插 那个会传染什么 细形肝炎 B型肝炎都会传染 那现在的这种做法 实际上如果你去针灸的时候 你可以跟医生讲说 你做完之后 你这个针可不可以给我 有些地方是会愿意给你 你就可以带回去做纪念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现在讲的是中频这个东西 它对止痛 对止痛非常有效 那既然是所谓 所谓我们会疼痛 都还是发炎 刚刚已经讲了 发炎反应就会疼痛 会那个洪肿或发胀 这些东西不能动 我原来这个 大概前一阵子 我腰痛的时候 我连地下一张纸都捡不起来 你想不到我这么强壮的人 力能举顶的人 地下连张纸都拿不起来 因为要弯腰 腰不能弯 如果要拿地下一张纸 我必须要像深蹲一样 蹲下去之后拿到 然后直的再站起来 或者浮的东西再站起来 真是不夸张啊 但是我做了这个中频 但是这个中频必须要调整正确 以前我很多的调整都是错误的 那是对于运动员 要有爆发力的运动员用的 那是要加强 要强让你的肌肉紧绷 在一种巅峰状态之下去比赛 可是现在我刚好相反 我1955年属成今天66岁的老人 而且又是复健 受伤的复健 所以你要调整得很适当的时候 我刚讲过 两分钟不到我就睡着了 熟睡熟睡到什么程度 15分钟到的时候 我突然一下醒来 或者是两分钟过之后 因为你警觉嘛 你是在医院里面 所以当你听到很多的声音的时候 你以为那是一个梦境 就突然一下醒来 结果我现在做复健 会进入到这种状态 各位做中频的时候 如果我讲那个理论 如果放那个影片给各位看的话 都会讲到脑飞的事情 可是讲这个中频的时候 那个复健医师 他是学西医的 他也懂中医 没有讲到脑飞的事情 我想之所以 我曾经问过那医生 我说这会不会有所谓的 那个依赖性 依赖性就是上瘾 简单讲说你不做会不舒服 有的人说按摩就会上瘾 那就是因为脑飞的关系 他按摩他产生了快感之后 他定期他就要去按 不按全身都不舒服 当然讲过按摩 我刚刚已经讲过 你必须要到按摩院里面去 或者找堂子里面去 等等的 或温泉箱 这些东西都不用 就用中频机器 我不是在替哪一个厂牌 在打广告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东西真正有效 至于说 它有效的部分在哪里 怎么样使用 你不妨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亲自的指导你 我可以亲自指导你 用我切身经验 我刚刚已经讲过 原来疼痛的连一张纸都剪不起来 你都想不到 如果说以前认识我的人 看我浑身的肌肉 我去车祸之后 因为卧病的关系 我半年没有运动 体重减轻了12公斤半 所以你可以看那些人说 我三个月减轻了20公斤 告诉你 他可能离死很近 体重不能这样减 任何一个运动员 专业运动员都知道 我们一般减 人家讲减肥 应该讲减重 减重的一般运动员 穿的那个很热的东西 穿的很厚的衣服 让他流汗 那是什么 是脱水 没有时候消脂 减重是要消脂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手术用抽脂 用抽脂肪 抽的浑身像那个 像挨了机关枪打过一样 那个很不忍足堵的样子 那实际上 那也是接近死亡 那个我们不提 我们现在只提到说 你在现在的状况之下 你要如何保持到 让你很 让你不会疼痛 然后让你能够生清如燕 让你能够恢复健康 这个机器叫中平 我只能讲到这边 因为我不是在做 替谁做广告 我只是告诉各位 我的实际经验 我刚已经讲过 2021年的1月28号 那是一个国耻日 的一个车祸 现在还没搞完 现在是12月4号 对4号 那真是一个国耻日 这里面有牵涉到的东西 将来会拍成电影 让公租一次 让大家知道 我们台湾的司法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污浊的一个环境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